各位朋友好 欢迎来到一评访谈 前两个星期李教授去澳洲开会 所以我们没有来得及做节目 今天正式恢复 李教授中共的二十大已经正式开始了 习近平已经做出了政治报告 其中也有提到台湾的问题 我想请你谈一谈 他这一次的对于台湾问题的这种宣誓 有没有新的意涵 有没有新的内容 其实了无新意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淡江大学任教 叫做张伍岳 他就在AOB看出来说 三个月前 他已经在到处上课跟演讲 预测习近平这次会在二十大讲什么 结果他说 几乎全部都被他料到了 什么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一个中国 这些都被他料到了 所以极尽所能用和平手段 但是不放弃武力 这些都被他料到了 习近平这次所讲的 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事情 不容许外人来干涉 那么他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 跟外部势力来干预 他要反分裂 反干涉的重大的斗争 那么所以他所谈的这个部分 其实台湾最在乎的是他所强调的 绝不放弃武力最后的手段 这个在台湾人听起来 说实在来真的是不能接受了 现在是什么时代的 还想用武力解决统独问题 那么我自己的感受 我强烈的这次 我强烈的感受到 台湾一直 就像在游泳 跟对手在游泳池游泳 然后呢 那个对手一直要将 我们将台湾压住 压在水里面 好不容易我们起来 呼吸几口空气 他又要把我们压下去 我强烈感受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 他这种对台湾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一个中国九亚共识 然后呢 激进守能要用和平方式 但是呢 不放弃 绝不放弃武力对台 让我感觉 就是一种 将台湾强力压制在水里面 不让我们呼吸一样 我们首先来看 他说反台独 但是他从来不定义台独的定义 他说台独是一小撮人 那他认为呢 他不是针对台湾同胞 但是我就要去职问他 坚持中华民国主权 是不是独立 坚持中华民国拥有主权 捍卫我们的自由人权 是不是独立 其实 蔡总统代表台湾人民 所表达也是这个想法嘛 主权不退让嘛 然后呢 我们自由民主的 现正秩序 以生活方式 是我们坚持的嘛 那么 这么 按照台湾所坚持的 跟习近平所要求的 那两边根本是 鸡同鸭讲 剑拔乳章嘛 那么在这里呢 我要从这个角度分析 我从一个管道 获悉 三代 国师 也就是王沪玲 他推销的 给江泽民 胡锦涛跟习近平的 他为什么可以担任三代国师 就是他主权 他推销的就是 十六世纪以前的绝对主权官 那种主权 就是霸权 就是帝国 就是当时君主专制的时候 那绝对的主权官 那么 中共 王沪玲推荐给中共 那么中共三代的统治者 他们的主权就停留在 中世纪 十六世纪 十六世纪以前 十六七世纪以后 洛克 主权在民 美国 We the people 主权在民 洛克的思想本来是主权在民 那洛克的思想 英国的君主立宪 也是依据洛克的思想 人民有最后革命的权利 就是统治者要 统治要基于人民的同意 如果他用暴力 或者是没有满足人民的需要 人民保留 拥有最后革命的权利 那么美国 他的立国精神 他的宪法就 We the people 而且美国人到现在为止拥有枪支 就是对于暴政人民 可以拥有合法推翻的权利 这些价值观 这些思想观念 从来没有进入 中共统治者的那脑中 所以我真的感受到的是 今天习近平 或者中共统治者们 他们停留在 中世纪 十六七世纪以前的主权观 他们没有当代主权债民的观念 如果他有当代主权债民的观念 他就应该可以了解 没有错 一个中国是蒋介石跟毛泽东 一个是想要反攻大陆 一个想要解放台湾 两边都坚持一个中国 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蒋介石统治集团 被赶出去 取代原来的中华民国 在联系国拥有的习师跟 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那时候的确也是争一个中国 那么 但是呢 台湾19 91年 结束 90到91之间 结束动员看乱 91到92 90年结束动员看乱 9192 国会全面改选 96 总统直选以后 台湾已经确立了 主权债民的事实 而且我们结束动员看乱 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已经宣誓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效统治中国的事实 这个时候 就是两国了 所以 蔡英文总统也宣誓过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所以 这种价值观 这种思想观念 中共坚持 他根本否定中华民国主权 根本不承认 中华民国有效统治的事实 是他不务实 那这不务实我也说过 如果现在不是分类 哪需要寻求统一 何况 中共同时承认南北韩 跟东西德还没统一前的状况 同时建交 而且他们也同时都在联络会员 为什么 他可以做这种事情 然后一定要打压台湾 今天 中共只要继续打压台湾 让台湾没有生存空间 没有国际空间 台湾人民又不应接受 中共一国两制统一 而这不应接受 最大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要捍卫我们 基于主权在民的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生活方式 这种宪政秩序生活方式 保障台湾人民 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保障台湾人民 拥有宪政 法治 自由 人权 民主 这个普世价值 今天中共自己没有 然后他 香港已经被他拿下来 他说现在香港 他说他现在游乱而至 在习近平的心目中 他的所谓的治理的很好 就是用武力强力镇压 用国安法 用武力 用军警强力镇压 他的秩序 他的安全是建立在 强大的武警 强大的军警 为后盾 的上面 而不知道 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 包括台湾 我们的秩序是建立在 绝大部分人民 遵守现有的法律 我们的军警 行政人员 要依法行政 依法处理 我们不可能 寻求逼供 我们不可能有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是罪行法定主义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核心价值 我们为什么坚持主权 是为我们自由人权 而今天中共 一直都不了解 台湾人民想要坚持什么 他也不愿意遵守 第二岁大战以后 两大 两大人权公约 确立了共同第一条 住民自觉 自觉 主权在民之下的 地方自治 跟住民自觉 是普世价值 是两大人权公约 所保障的 当今 所有民主国家 所共同拥有核心价值 中共作为一个 常任女士国 自己做不到 还要 让台湾人民没法享有 所以他根本搞不清楚 台湾人民 坚持什么 拥有什么 所以我再次的质问中共 到底你所谓的台独 是什么意思 是台湾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 有些人要推翻中华民国 建立了台湾共和国 还是中华民国 基于中华民国宪政秩序 基于中华民国宪法 跟两岸关系条例 处理两岸问题 现在这个是2016 蔡英文就已经这样强调了 可是中共说 这个 这个是还没打完的问卷 所以 中共的极权专制的统治 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很多概念不讲清楚 什么叫做 有特色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不讲清楚 他的12个合金价值观 缺乏宪政与人权 宪政是政府权力有限 不能政府权力无限 也不能拥有 无限制统治的权力 然后宪政还有 法制都是为了保障人权 他宪政与人权不敢要 然后对台独的打压 他说他反台独 然后他说台独少数人 那请问 那你要不尊重 当我们不愿意 被接受同意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武力 对付台湾 如果他要尊重 绝大部分台湾人 他说他要用 最大诚意和平统一 那你就要尊重我们 现在不想被你的 极权专制所统一吗 所以 我不断的要质问 请中共 习近平 中共统治者 将什么支持台独讲清楚 我们坚持中华民国拥有主权 捍卫我们的自有民主权 宪政秩序 以什么方式 是不是台独 请他讲清楚 手柄白 这是中共的一个统治术 这是他们的秘诀 从来就是这么干的 他不可能是说 像国际文明社会 所要求的那样 你把每一个概念都搞清楚 然后根据这些概念 你再来做出 你自己的这种命题 你的阐述 你的声明 你像以前中共 刚刚开始掌握政权的时候 他们就提出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要对人民实行民主 对敌人实行专政 但是他有没有解释过 谁是人民 谁是敌人 他没有 只要是他们 觉得不听话的 全部都是敌人 完全听话的 老是顺服的奴隶 那就是人民 所以用这种方法 他们就可以 随便来实行他们的暴政 现在对台湾也是这样的 台独什么是台独 他不可能讲清楚 他一讲清楚台湾的90%的人都变成台独分子了 那就说明他们已经跟台湾是跟人民给对立了 所以他们只能说 我们这个要打击一小撮台独分子 但是台独他绝对不能解释 一解释就露线了 李教授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个道理 不能跟中共去论理 中共的他那一套话术 全部都是用来对内渔民用的 把这个中国老百姓给愚弄了 让大多数人支持他了 他将来如果是有实力的话 有能力的话 他就可以对台动武了 所以他已经放弃了 我认为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放弃了 对台湾人的洗脑的工作 他应当是已经放弃了 现在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实行愚民 那他们在大陆的这个统治能不能维持下去 现在各种说法都有 前两天大陆出了一件大事 老百姓大陆老百姓的代表彭仔舟 真名叫彭立发 已经发出了第一击 要这个习近平下台 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在北京的四通桥上面挂出了横幅 发出了狼烟 但是这个狼烟在其他的地方 能不能够接续下去 这就要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了 那我想请李教授评价一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你认为在大陆 能不能够起到一个引爆的作用 能不能起到一个点火的作用 我密切在关注中 首先我要说了 刚才一饼胸那段话对我也有很多歧视 我最高兴的就是 这十多年来 我大量的参与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各种会议 各种聚会 我刚去澳洲的西女跟墨尔本 然后再跑到纽西兰的奥克兰 交流了十六七天回来 三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见到了很多三四十位 海外民主运动的健将 他们是对我很尊重 因为透过一屏我们这个视频 他们很多人都认识我知道 但是我从他那边学习到的更多 因为还是中国人最了解中共 台湾虽然同分同种 毕竟我们不是同一个生活背景中长大的 南美有些地方看不清楚 但是透过海外中国人 这些民主运动的学者 这些民主运动的健将 我可以更了解 我越来越发现 我不能用台湾我们原来的生活背景 跟台湾的民主化经典来看中国大陆 那么这一次彭立发抗争事件 带给大家很大的振奋 最大的振奋的原因就在于 我2011年就已经提出来了 也就是说 第三波民主化转型 从1974到2000年左右 那个新鲜民主国家 当时网路手机并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当时Huntington提的民主化运营里面 他就没有特别注意提到 网路的无缘乎届 对推动民主化的这种功能 这种起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 我就一直注意到 铜墙铁壁的极权重视中共 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他就无法继续使用他的暴力 加上谎言的统治术 然后会有破绽会有漏洞 那么我的推论是这样子 在网路不发达的时候 所谓民意如流水 水还是可以堵住的 所以现在当代的极权专制 很容易就可以将民意的水流堵住 但是网路发明发达以后 人手一个手机 然后网路无福建 我会强调网路时代自有如风 风是挡不住的 不管中共用了多大的力气 什么网管啊 什么网路警察啊 什么这个屏蔽啊 监控啊 封号啊 然后用关键主风啊 都无法避免人民 很快大量接收了这个讯息 这次彭立发 我认为他是一个自勇 自勇双全的知识 他不仅写下这些 大家现在看得到这些标语 而且他还装扮成 维修的功能一样 立下障碍 在高速的路上 好的桥上 冲拢了 都将那个布条系上去 然后再烧狼烟 来大家吸引大家注意 更重要的是 他早就知道 他一定会被抓 而且他抓了被抓以后 后果他自己也无法预料 所以他都写好一个万言书 对全世界公布 他就要大家 他写得非常清楚 要大家共同来反抗中共的暴政 所以这一次 我做网络的作用就在于 一下子中共害怕到什么地步 马上射什么 射桥上警察 马上招揽一个人 一个人一天200多块 招揽网络警察 以前是网络警察 现在招揽桥上 桥上的监控者 去监控有没有人 还会这样的来贴这些标语 然后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还有各地 厕所里面 这些标语都已经出现了 然后这个事情 传播到全世界去以后 很多学校 彭丽巴的标语 在美国很多学校都出现了 全世界到处都有 还有 刚好中共开 20全大会 全世界有多少地方 都在召开 声援彭丽巴事件 来攻击中共20大 这种想要永远统治中国人 这种暴政 我去了奥克兰 他们马上有视频出来 英国 我四月去英国 他们那边也有 他们去抗议 还跟中共驻伦敦的代表的官员起冲突 所以我这次很高兴 就是我早就预判 网络时代来临 网络时代自有如风 透过这次彭丽巴抗争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样一个动作而已 全世界的忙都全部都知道 而且大家会关注 中共如何来对待彭丽巴 然后这个事情发酵 只是刚开始而已 他只是立下一里程碑 就是中共看20大 习近平想寻求联论 彭丽巴就在这个时候立下一个 跟中共抗生到底的这种决心 然后他扩散到全世界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就是我强调了 中共民主化的原因 我刚好这几天 我从澳洲纽西回来以后 我刚好再写一篇文章 我刚好刚写完 那个文章的题目就是 中国民主化与台海和平的展望 那么我其中一项就特别提到 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 这个自有如风 中共的铜墙铁壁的 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极权专政政策 很有可能 因为这个网络时代 很容易大家都知道 有人站出来反抗的 随时中共不定时炸弹 随时会出现 这种网络时代很快散播 而且我听 澳洲洪虫义教授也说 他打电话回去中国大陆 绝大部分都知道有这个事情了 所以 不是说他网络封闭 就有办法将这个信息 绝对阻断掉 大家只在等待 哪时候再进一步再反抗而已 除了网络这一项之外 我还处理了三个 对中国大陆来讲 民主化可能的一个契机 一个就是经济发展 以后如果他不走改革 哪一天经济长期低迷不振 那么民不聊生的情况之下 人民可能会带头反抗 就会产生替犯式的 中共一下就被推翻的民主化 这种民主化 在一些国家也出现过 那么中共自己不应 经济发展以后不应改革 那么现在人民就有可能 在他现在经典的经济发展 会掉于新兴国家的3.5%以内 以下 就是新兴国家的经济体 平均的经济发展的GDP是3.5% 经济成长是3.5% 今年中共可能掉到3% 或者2.8% 那么如果他长期这样下去 尤其是美国发动 刚才我们玉平兄所讲 美国所发动的晶片战 刚好热住了中共的烟火 而且热住这一部分是高科技 而且他是10年之内都不准 送过去 然后他可能不只引导的经济 他会影响到国防产业 所以这个热住了中共的烟火 那么他如果经济 长期低迷不振 那就有可能 Hunting的理论有一项最厉害就是 经济发展是两边认 经济发展好 有可能走现代化模式 变成转型成民主国家 就像台湾跟南韩一样 执政党主动改革 走民主国家 转型成民主国家 那经济发展两边认 就是如果那个国家 经济发展以后 中产经济提升 都市化集中 教育普及以后 他不愿意走现代化模式的 民主化道路 那么有可能 在他经济长期凋敝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起来反抗 还是有可能成功 那也是推动民主化 另外就是外来势力的改变 那么可以看到 中共大到大家对他无可奈何 可是没想到 从川普打贸易战 后来的疫情 中共的疫情 川普马上直接讲 这是中国病毒 我不大赞成川普这样讲 我认为用中共病毒 武漢会员比较恰当 我不大赞成用中国病毒 我比较喜欢 有些人强调中共病毒 那么到香港 反送中中共打压国安法 弄下来 香港人大量逃亡 香港的自由已经被束缚住了 这种情况之下 全世界自由民主化大量觉醒 所以我这次去澳洲跟纽西兰 我都摊开自由自家的地图 还有经济宣传报告 让他们看到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也是澳洲有事 因为澳洲现在的地球村 澳洲就是离台湾很近的 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那边的澳洲的民主反动人士 基本上都赞成我的观点 台湾有事也就澳洲有事 澳洲有事就纽西兰有事 何况中共对澳洲 纽西兰渗透已经非常多 他们也都感受到 包括纽西兰现在的工党政府 被他们的学者 他们有来参加我演讲的 研讨会的学者 白人 纽西兰人也忙强调说 他们现在政府太过于被中共所收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自由民主国家已经紧急起来了 不仅是俄罗斯群内乌克兰而已 而是中共有可能群内台湾 如果台湾有事 就是全球的自由民主国家有事 所以我强调说 大家要真的紧密结合 组建一个全球自由民主联盟 因为对抗中共的极前扩张 另外是进一步积极的帮助中国民主化 所以我也很赞成刚才一平兄所讲的 中国的民主化是全球的事情 反抗是中国人的事情 帮助中国民主化是全球共同的事情 帮助是不能提供给他资源武器 还有壮大他的这种力量 另外就是积极的帮助中国 来反抗中共的暴政 当然我提了这些之后 我还是要强调了 航艇人的理论最后讲一句话 经济发展使民主化成为可能 但只有政治领导使得民主化成为真实 所以只有政治领导 才能够使得民主成为真实 是他那个经典著作 第三波民主化经典著作最后的结语 所以 所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中国未来 如果他千疮百孔 民生凋敝 然后人民开始反抗 然后美国也给他很大压力 全球自由民主联盟也准备好了 也给中共很大压力 最后只等待中国人群体 群体起来 共同来推翻中共的暴政 当然这个推翻过程中 我们所期待的是 像当时的苏联垮台一样 无声无喜 所以大家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人有一个共识 中共极权专制不肯永远统治 中共别想回到明朝时期 清朝时期 甚至唐朝宋朝时期 要拥有几百年统治的历史 不可能 因为现在中共的极权专制受到挑战 跟古代的威权专制受到挑战不一样 当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威权专制 但是现在是自由民主对比极权专制 很容易就对比出来 今天有多少中国人想逃离中国大陆 今天有多少中国人离开中国以后 共同 像我这次去很容易交到朋友 大家都觉得说他们因为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 或者说至少给他们中华民国海外护杖 共同来声援中共暴政 共同来推翻中共这种极权专制的政权 所以 我们最后的讲的就是 不管民主化具备多少客观条件 最后只能取决于主观条件 那就是政治领导 那就是中共体制里面的政治精英跟反对精英 是否一例带头来推动中国民主化 这是我研究民主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心得 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叫各位 谢谢 李教授刚才说的意思就是 现在已经是万事俱备了 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就是政治领导 包括中共体制内的那些反习派的人士 以及中国民间的那些抗争制势 这些人现在真是要站出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了 那一旦中共体制内的有像彭丽发这样勇敢的人 站出来在这个二十大的会堂上公开的指示习近平 那中共的政局也就开始乱了 如果民间再有一百个像彭丽发这样的勇士 能够把每个地区在他们所在的地区的老百姓再鼓动起来 那么这个民间的大事也就成了 一旦中国民间和官方一起开始 那么全世界对中国民主化的这个支持 对于中国反习反共运动的这个支持 也会蔚然成风 现在正是这些有志之士大有作为的时候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 再见